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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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把我下來 怎麼了 喂喂喂 不是拉這樣子啦 是把它拉高高 我要倒立 你這樣子我怎麼倒立 算了算了算了 你為什麼突然要倒立啊 因為 我要跟蝙蝠比賽倒立 蛤 你要跟蝙蝠比賽倒立 對啊 不可能贏了啦 蝙蝠啊他是倒立的高手耶 真的嗎 我不知道耶 沒關係 沒關係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個故事來告訴大家 這個故事就叫做 蝙蝠 聽故事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人類的石器時代 天上的飛鳥和地上的總獸 發生過好幾次的大戰喔 啊啊 我們飛鳥有翅膀 再遠再高的地方也可以飛得過去 所以 我們應該要有分配食物的權利 啊啊 食物都長在地上 飛鳥 你們有本事的話 就不要來地上搶食物 你們到雲裡面去找嘛 而這個鳥跟獸的第九次世界大戰 就這樣一觸即發 這地點就在大峽谷開打囉 這大大小小的總獸們啊 在峽谷的山頭一字排蓋 而大大小小的飛鳥們 從黃昏昏的河上向總獸們巴洞攻擊 他們打得 呼呼呼呼 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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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血流成河 同时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只蝙蝠就住在悬崖的峭壁上 冷眼看着这些飞鸟跟走兽 拼命的大战 我蝙蝠才不跟他们一起打那场混战 我既不是飞鸟也不是走兽 要是我帮了哪一边 万一哪一边打输了 我不就遭殃了吗 这只蝙蝠躲在山洞里 看热闹似的 看着看着它就 睡睡醒醒 醒醒睡睡 睡了又醒醒了又睡 它趴着睡 躺着睡 它跳着睡 它就一直跳 等一下 我有问题 请说 请问这个一边跳 怎么样一边睡啊 因为它就是睡不着嘛 所以它要一直跳 一直跳 一直跳 跳到自己很累 它就会睡着了 你不要乱说好不好 这样跳跳跳 越跳越兴奋 咱们可能睡着着啊 没错 因为啊 这个山洞外面的鸟兽大战 实在是太吵了 蝙蝠完全睡不安稳 睡不着 要它睡着根本是强人所难 就在这个时候 哼 这个蝙蝠突然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噓噓噓噓噓噓噓 哎呀不行啊 洞外的这些家伙精神好得很 不知道还要打多久 我总不能一直待在洞里面 哎呀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出去找食物了 再说如果不理他们的话 不管将来谁打赢了 分配食物的时候少了我一份 那要怎么办啊 嗯 在山洞里憋了三天受不了了 蝙蝠悄悄地飞出了洞口 一个急速下降 嘘 等一下 嘿嘿蝙蝠你也下降太久了吧 要嘘 要嘘多久啊 不是啊 蝙蝠很轻啊 所以它飘的嘛 就嘘 慢慢地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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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啊 哦对对对 它一直飘一直飘 就飘到了峡谷的一滩水蛙边 嗯 这个蝙蝠喝了水 看到水蛙映出自己的样子 越看越喜欢 忍不住笑得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头和脸和老鼠长得没有差别 我的两条前腿黏着两块肉皮 虽然没有长羽毛 但是飞上飞下都可以 这不就是翅膀吗 加上我这张会说话的嘴 这三样法宝 我就可以在飞鸟和走兽之间 骗吃骗喝啦 这个飞鸟跟走兽啊 它们打了五天五夜 也都累了 它们就隔着河 在两边的山头 止血疗伤 培养体力 准备休息狗人 再开打 就在这个时候 蝙蝠来到兽类的大本营 哎呀 我说总兽们啊 我们大家真是英勇啊 那些有翅膀的家伙 整天在半空中飞来飞去 它们凭什么来抢我们地上的食物啊 真的实在是有够休休脸 大家听好了 我们这是为正义而战 我们有不怕死的精神 我们一定会赢那些有翅膀的家伙啦 一定会赢的 嘿嘿嘿 这个蝙蝠啊 不提翅膀还好 一提 这老虎大王发现 哼 大跳了重来 哼哼哼 我说你 不是有翅膀吗 你应该是鸟类吧 我说虎大王啊 你的声音不要这么大声嘛 你我的胆子很小的 被你吓到我会做噩梦的 嘻嘻嘻嘻 来来来 干嘛干嘛干嘛 英明的大家仔细看 我和老鼠的长相 是不是一模一样啊 嘿嘿嘿 是不是活像一个妈生的啊 嘿嘿 我也是可爱的小走兽嘛 那些飞鸟啊 像我们的大王 是大笨虫 我们一定要报仇 可恶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骂我们大王是大笨蛋 我生气啦 等一下老鼠哥 他们是骂大王说 他们是大笨虫 啊 他们可以说大王是银光虫 银 打大笨虫 大笨 大笨虫 意大利 大笨虫里面哪里有异 哪里有力 我刚刚说的是大笨虫 你想什么什么萤火虫 什么什么大笨虫 我说的萤火虫了吗 好 屁股会发过 那现在就合了五月 够了够了 不要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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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么可以骂我们大王呢 我生气 会我生气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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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哥老鼠哥 去 我生气 不要这么生气嘛 好啦 好啦 大家可以生气 但是暂时不要行动 我需要多休息 养足精神 过几天 我们才要力气跟他们决战 Ware 讓我先到對岸打聽打聽 看看飛鳥它們有什麼新戰術 身回老五大王 我覺得你蝙蝠非常的勇敢 竟然敢去刺探軍情 好 要是你刺探成功 我就送你一枚 新戰 現在 我先給你一副尖銳的胸爪子 要是遇到危險 你就可以用它來保護自己 回應 蝙蝠張開了翅膀 飛過河 到了飛鳥聚集的對岸 是是是是 各位兄弟姐妹們 剛剛我去獸類那裡探查敵情 那些四隻腳的獸類 他們竟然說我們是大壞蛋 他們正摸著牙齒 準備把我們吃掉 我剛剛差點就被吃了 還好蝙蝠我飛得快 趕快來到這裡跟大家說一些這些消息 我好累 我不行 讓我躺在地上休息一下吧 這時候大老鷹飛鏡一看說 哈 它跟老鼠長得一模一樣 你不是我們的鳥類 你一定是間諜 你是冒充的 救命啊 救命啊 我是鳥類 我是鳥類 那個那個那個 好好好 黃雀妹妹 你趕快跟他們說我是鳥類 黃雀 我不是黃雀 我原本是老鷹 但是我現在是老烏鴉 好呢 黃雀妹妹妹 這裡沒有其他的 請你幫我演一下老烏鴉 不是 演老烏鴉你幫我演一下 黃雀妹妹 喔 好啦好啦 黃雀 黃雀不對 是 咻咻咻 可以可以 嘻嘻嘻 小黃雀 你的眼睛最亮 你的聲音最好聽 你告訴 你告訴那個老鷹大王 說我 是不是跟你長得一模模一樣樣 活像一個媽生的 啊 對… 是不是 我說大家 你們不能看我沒有羽毛 就當我沒有翅膀嘛 對… 啊 啊 不對 咻咻咻咻 對… 是… 我手上的這個爪子 就是… 在大戰中跟熊打了一架 從牠的熊掌拔下來的戰利品 你們… 你們… 你們不讚美我 反倒還懷疑我 啊 不對 咻咻咻咻咻 大家聽我說啊 依我看來啊 這個蝙蝠牠有翅膀 勇敢的鳥類 牠的爪子是從熊手上拔下來的 這絕對是鐵陣 沒錯啊 這老鷹大王啊 聽到之後 發現自己說錯話很後悔 錯怪了蝙蝠 於是 就叫美隻鳥 拔下三根最美的羽毛 送給蝙蝠 祝福牠 將來也可以長得跟孔雀 一樣好看 誰知道啊 這飛鳥和走獸的第九次大戰 打得太累了 而雙方的傷亡啊 太慘重了 雖然心裡還是非常的生氣 但是… 精神和體力都恢復不過來了 都不想要再打了 等著看好戲的蝙蝠 回到峭壁山洞裡靜靜的等 牠要等到飛鳥跟走獸 第十次戰爭打完 牠要等到他們兩敗俱傷 牠要等到只有牠平安無事 只有牠一個人可以當蝙蝠王 沒想到 飛鳥和走獸開了一個和平會議 從此決定啊 平分食物的享用權 牠們還知道啊 蝙蝠牠兩頭跑 說了兩邊的壞話 飛鳥跟走獸 收回了蝙蝠的爪子跟羽毛 讓牠渾身上下光圖圖的 從此以後 蝙蝠不敢在白天離開洞穴 只敢在晚上飛出來找食物 再躲回黑漆漆的洞穴裡 這樣倒掛著 牠倒掛著 才能讓自己頭腦昏沉沉的 才不會越想越後悔 這個呢就是 蝙蝠的故事 機關槍哥哥 原來蝙蝠就是因為後悔 才一直倒掛著喔 沒錯 牠就是為了讓自己不去想那些 牠曾經做過的那些 牠讓自己後悔的事 所以啊 我說 你不要跟那個蝙蝠比賽倒立嘛 因為你是不可能贏牠的 怎麼可能 你這個叫做 你要跟牠比的話 你要比那種 牠比較弱的項目嘛 比較弱的項目 對啊 那 那我有問題 請說 我不是要問你 我是要問電視機前面的大瓶友小朋友 請問 你們覺得我要跟蝙蝠比什麼 我才會贏啊 聽說啊 這個蝙蝠牠的視力好像不太好喔 牠是怎麼找食物的呢 也請大家一起來想想看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子豐車繪本故事劇場 我們 下次見 機關槍哥哥 那你覺得我要跟牠比什麼 我才會贏啊 你比...胖啊 比胖 對啊你比牠胖很多 你一定贏的啦 不是嘛 我是說弱點耶 弱點就是你太胖啊 不是 我是說牠的弱點 不是我的弱點 不要生氣啦 狗喔 我咋就知道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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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